菠萝的拉丁宁为亚纳内斯 它是一种香甜可口的热带水果 每年的收获季节 人们都要佩戴手套和木镜防止被刺伤 他们把采摘好的菠萝倒立堆放起来 因为菠萝关芽可以承受水果的重量并起到保护作用 这样即便路程颠簸也能使菠萝不会受损 新鲜的菠萝一旦抵达加工厂 他们就要接受氯化水的清洗 从而清理掉关芽里面的昆虫和挖轮 接着用干净的水洗去残留的氯化物 现在工人需要将菠萝进行等级分类 那些有挺直的关芽且表皮的菠萝掩坏死部分不超过三个的菠萝 会被送到市场上进行销售 至于不合格的就会被加工成菠萝干或者榨成果汁 在进入菠萝干的加工前 工人首先要把菠萝关芽切除掉 然后使用机器挖出菠萝芯 也就是那些较硬的中间部分 现在要进行的是削皮的工序 这里的工人一分钟可以完成五到七个菠萝的削皮工作 因为粗糙的外皮对于刀刃的磨损很是厉害 所以每半个小时他们就要磨一次刀 工人把去皮的菠萝放入切片机将它切成相同厚度的片 平均每个菠萝可以切成7到9片左右 他们把菠萝切片整齐地放在筛网上 然后把筛网放入大型网架里面 一切准备就绪后 工人将装满菠萝切片的网架推进煤气炉内 用64到66摄氏度烘烤24小时让果肉只剩下6%的湿度 这样不仅让切片柔软有嚼劲 也能让它们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下 拥有长达18个月的保质期 现在回到菠萝的打包车间 这些合格的菠萝在打包之前还要经过热蜡的冲洗 然后用吹风机冷却让蜡凝固形成一层保护膜 这样可以减缓它的成熟过程 确保菠萝抵达目的地时不会过暑